非常感謝有這麼多的民眾 跟我們一起守候選舉的結果 但是我們在這邊要跟大家特別的說明 在這場選舉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發現從選舉到投票到開票 有太多重大違法的事情 在這個選舉裡面 台北市是唯一有被操作氣保的 然後在這個選舉裡面 台北市你可以看到 在一邊在這個開票 然後一邊還在投票到7點46分 長達3個小時46分鐘 而且開票開到現在開這麼晚 才開完9個小時 台北市的人口沒有比新北市多 台北市的這個開票所 我們人家都開完了 而且議員都開完了 市黨現在才開完 在這個過程裡面 存在著重大違法的事項 我們強烈的質疑 是中央選委會 刻意的跟這個台北市選委會 合謀讓這種放水 讓這種氣泡可以發生 所以說我們在這個裡面 我們要提出選舉無效的訴訟 好 產生出來的市場 也沒有他的狀況性 也沒有他的聲音 也沒有他的聲音 我們在這個地方 我們要請我們的律師 馬上提出這個選舉無效的訴訟 從來沒有一個國家 在一邊投票 一邊還在開票 我想我們律師團隊也已經討論過了 所以我們應該最快在今天晚上 就會向法院申請查封所有的票會 並且開始進行 要求要對於所有的票會進行驗票的工作 要把這一次選舉的結果 要查得清楚明白 好 不能夠這樣輸得不敗 選舉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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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邊 我不會承認這個選舉的結果 我不會請我們的律師 來提起選舉無效的訴訟 台北市 這我們要對我們這57萬的這個支持者 要對他們有所交代 也要對我們台灣的民主政治 有所這個交代 像這樣子一場這個選舉 我們強烈的懷疑 因為在全台灣 只有台北市 有存在的綠白合作的 這種氣寶的這個情形 我們強烈的質疑 這個事拖這麼長 有這麼多的這個重大違反的這個事情 是中央選委會刻意放水 讓氣寶能夠在台北有效操作 等一下 等一下我們的記者會開完以後 馬上付法院提出無效的訴訟 請各位多加支持 謝謝 歡迎 有扣押票毀嗎 他們會要求他嗎 你要盡心讓 你要盡心讓 快去啦 要盡心讓 法院 我們向法院申請 今天晚上 立刻現在盟決心 加油 我們現在就到法院去 現在就到法院去 我們提什麼各位知道嗎 選舉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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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扯了 要是在搞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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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是在搞向我們 選舉你是在搞我們 就會像比較你知道的 一些移動